很多的花人问我 说老花一 兰花应该如何正确地去晒太阳 究竟是洗阳的还是洗阴的 我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很绝对性的话题 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够常见到的植物 它都是洗阳的 包括绿螺 甚至说苔藓 有的话说你怎么那个说话净吹牛皮呢 我跟大家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对吧 这是古化吧 也是成语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论什么花 它有光照是更好的 它都喜欢光照 只不过有的植物它扛不住暴晒 就像人一样 喜欢钱 所有人都喜欢钱 你别给我惨那个高唱的 对吧 只不过有的人 钱一多了以后就飘了 是这个道理吗 可能就烧得自己不像样了 可能种了几个亿 然后还得倒富几百万 都是这个道理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比方说求蓝 比方说大花绣球 你晒过了叶子就枯了 比方说君子蓝 那蓝花也是一个道理 它也喜欢 但是它不喜欢强光爆赛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如何正确晒那样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这个植物当成人 咱们拿着自己的脸皮去感受这个光照 哎呦你觉得很舒服很哇塞 那你放心 臭宝 你就大胆的晒 晒不死 包括台前也晒不死 如果说你这就感觉你 还火辣辣的 太阳刚出山 那嘎了 那就可能就给它晒嘎了 明白了吗 可能有的话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你说老花姨 我脸皮厚感受不出来 那你换个脸皮毛的吧 臭宝 这就是蓝花一个晒太阳的事了 你懂这个事就想万物 你就总结这个规律 别被人坑了 我卖你一个补光灯吧 我看你像个灯 要不说就点个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那说老花姨 养花最善意 白了臭宝 嗨 嘿嘿嘿